神秘的北韩乒乓球选手 北韩的李正直和金晴英 与周二赢的奥运乒乓球混合双打项目的银牌 这甚至连乒乓球内行人都感到惊讶 他们是连续以4比1击败2号种子日本队混双的张本志和早田希娜 4比1战胜对点对混双的卡尔森、卡尔伯格和以4比3赢香港对混双4号种子的黄正廷、杜凯廷后 在冠亚决赛以4比2败给1号种子中国混双的王楚清和孙颖沙 这是自北韩1972年以来11次参加奥运会所赢得的第55块奖牌 根据国际乒乓球联盟的排名 李正直和金晴英两年前的世界排名约为第300位和第500位 远远落后于当天的对手世界第一的中国的王楚清和孙颖沙 王楚清和孙颖沙在以中国观众为主的观众面前 汇敬九牛二火之力才以4比2、11比6、7比11、11比8、11比5、7比11、11比8的比数 极脉神秘的北韩选手 有人怀疑他们曾在中国训练 李正直反驳说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训练的 他们也不要记着说他们来自北韩 而是来自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建议和南韩的关系恶劣的背景下 每个制度很重要 在奥运开幕式的时候 波音员勿将大韩民国南韩称之为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韩引发南韩博兰大怒 这次北韩只派了16名运动员 12名男运动员和4名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5个项目 拳击、罗道、摔跤、体操和乒乓球的比赛 然后再次南韩发南韩华的载发